我跟你讲有要打出预约资源的 你趁我打出之前来找我 等会我打成了你可约不上了 约我的人可多 现在的打出的我 没打出之前的我 你爱打不理 打完你马上高翻不起 雪姑打出是指哪打哪 你打出的话是指哪都掉特殊 一个火系一个敌神 带个夜战套 咱们有镜台 神一半也不错 老王给八技能镜台童子打出 指哪打哪精准全红 今天我要打出了 我跟你讲有要打出预约资源的 你趁我打出之前来找我 等会我打成了你可约不上了 约我的人可多啊 雪姑打出是指哪打哪 你打出的话是指哪都掉特殊 第一本夜战和镜台 比较容易干掉 所以说第一本打高级吸血 镜台往上面走 OK啊 镜台往上面走了以后 这个时候连击镜台 虽然还是冲突 但是这是前排的事 非常容易掉防御连击 直接高级夜战上 防御掉了啊 下本书如果我拍高臂的话 讲道理怎么的也跟镜台没有关系 你要不连击和夜战 还有镜台是假背 虽然它显示为一号背 但是它其实这的事 也就是吸收和神机调的几率比较高 这个时候就直接勇敢把勇敢的开高臂 高吸掉了 这个时候应该上本高防了 卧槽 循环了 打了半天全都白打了 刚才那么危险的夜战 咱们白上了 行吧 要不然还是先打高吸 打完高吸 然后咱们打地位 这只宝宝虽然没掉镜台 但是每本书都是追着红薯打 这本吸血必须得让他们立正 听好了 吸血让他们立正 镜台上前面去 立正了 下本 感觉其实快能用了 是吧 下本书肯定是不拍夜战 建议拍壁垒 建议拍壁垒 有点快要OK了 快把难受打在公屏上 夜战不敢打 这个偷袭 也比夜战强 掉低神打高神 偷袭在防御位 掉的是神技 如果我说戴夜战套 兄弟们觉得怎么样 一个火系一个低神 戴个夜战套 咱们有镜台 神一半也不错 去你马 你还行 虽然骂我 但是没带脏话 套你猴子 老板说就全红了 行了 既然有追求 就没得说了 夜战就得来了 老板说全红吧 老板说全红吧 是在我刚才 剩两本来书的时候说的 但是真正变成地神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忍 现在代名词道 只是使用的时候学少 好继续了兄弟们继续了 现在的成功率是百分 刚才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二十 现在成功率是百分之五十 直接高级名思 一本到位 后排 掉的是一本高币 刚才的高币可吓人了 竞排现在也是一号位 不过他跟夜战是假位 掉夜战有可能 接着走越 接着我 高币大推后排 没事 没事 掉的吸血 秒点钱 吸血就去 怕的又是高币 抽 兄弟们这个剧本我没见过 这两本书壳上了 兄弟们我要点了 最后一本 洗刷刷洗刷刷 打书真的是有手就行 没什么意思 没事 转去